金牌大間諜 發現他就是壓力很大 所以有一點點半夢半醒之間 我就聽到有人在摸牙 就這樣 因為他一直咬下去看 因為後面就是磨到 牙齒已經裂開了 就是眼睛裂掉一腳 轉衣真的很... 還天天鮮 蘋果就滿好破掉 因為菜的撈出來 所以這個整個王率 就百分之三十五 三十五高哦 今天的三位金牌情報員 西地刺身學姐小辣情報員 宅男女神麻辣情報員 以及鬼靈精怪的甜不辣情報員 將會帶來什麼樣 健康的健康情報呢 而讓我們今天的 專業金牌醫師團 以及爆料部位團 對他們的情報 又會有什麼樣 不同的精采見解呢 歡迎各位來到金牌大間諜 今天的金牌情報團 又帶來了 攸關你我的健康情報 甜不辣情報員帶來什麼情報 是的 老大 根據我的觀察 台灣人有一個好習慣 叫做 不管要做什麼事 有大事 小事 好事 壞事 結婚 離婚 或是再婚 大家都會翻翻農名利 想要挑個好日子 招來好運氣 所以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看醫生也要挑日子 你以為 看醫生隨便去看看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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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挑日子 而且你以為他們隨時都是忘記嗎 不 不 不 他們不是每天都很忙的 他們也有淡記跟忘記 他們有淡記跟忘記之分 生病還有看季節 當然有一些耗發季節 有季節變換的時候 對 是吧 像我除了在這裡當情報員之外 錄影的日子之外 我全部都 我發現呢 有些特別的農曆七月 其實你觀察的時候只要站著你 我發現農曆七月 還有在一些比如說換季的季節 他們的特別就會冷冷清淨 像我阿嬤的阿嬤的阿嬤就跟我說 你農曆七月的時候 盡量不要禁業 不然你就會小病變大病 大病你就會沒命 唉唷 我懷疑 我說我贊成 根據呢 我的 宅宅護士人員告訴我說 護理人員告訴我說 其實啊 他們其實有點小小的迷信 像農民曆上面有兩個日子 一個是刀毡日 一個呢 是 捕捉日 對 農民曆上有這兩個日 這兩個日呢 通常不開刀 因為呢 刀毡日的話 開刀病患就像砧板上面的肉一樣 那呢 如果是捕捉日的話 又怕那個鬼差會把它勾走 對 命就沒了 所以這兩個日子 他們不動刀 可能出問題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動刀可能會不順利 或者是有不好的結果 是吧 好 它既然跟其他行業一樣 有淡忘記之別 他們剛剛說的這一些 你們認同嗎 真有啊 真的 五個燈 恭喜 恭喜全員正解 看來我們甜不辣不是道聽途說的 是 其實 剛剛講的是真的 我真的越鄉下的地方 就會真的越明信 因為我待兩個醫院 一個是比較都會區的 一個比較鄉下 你就會感覺非常的深刻這樣 我曾經過一個婆婆 她要來跟你約開刀的時間 從包包裡又拿出一本農民歷來 就把她圈好的時間 跟你一個一個檢查說 看你這個有沒有辦法符合 你於是的節奏這樣子 而且你跟她挑訂好時間 她還會附加一句說 我隔壁那個廟宫跟我說 一定要把我接進去刀房裡面 這樣對我來講會比較好一點 她的時辰是廟宫看的 對 當然以我們醫生的立場 如果說還可以配合的話 我們還是會盡量配合 因為畢竟來講 病人在還沒開刀之前 她會比較安心 另外我們會互助跟病人說 只要 醫生精神狀況好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好時辰 對 有說得好 大概哪位醫生精神常常不記 妳可以跟我們說一下嗎 當一個刀日開始開的時候 真的有時候因為急診到一直夾進來 當你開到半夜一兩點的時候 其實一開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十個小時 對 那跟一開始的精神狀況 其實沒有辦法比你 所以通常大家比較常聽到 婦產科會選日子 通常都是婦婦產 但是因為這個大家都習以為常 但是其實有些時候 因為我們除了婦產科 除了產科以外我們還有婦科 婦科就遇到一些婦癌 或者是一些腫瘤或是肌頭等等的 這邊就分享一個婆婆 她那時候大概 那時候來的時候 其實她之前 五十字頭叫婆婆 妳這樣 大家素晶姐不高興 莫名其妙是一樣 怎麼會跳一下頭來 好 好 繼續來 因為她其實就已經快 經歷停經前後 所以她其實本來就有子宮肌瘤 跟肌線瘤的問題 因為後來她其實已經在五十幾歲 也有三個孩子 我就跟媽媽說 那妳要不要考慮就是把子宮拿掉 我說因為妳這樣其實蠻困難 因為她其實真的有幾次 來急診的血容數之後 大概四跟五左右 只有四很低 對 因為她流血的量非常的多 尤其她肌線瘤 對 所以她那時候 還來個醫院出過幾次血 她那次住院的時候 我就說媽媽那要不要 就是盡情我們排個日子好了 她就看一看 她的現在手機都很方便 App就拿出來點一點 嗯 不行 她說 我看這個日子不太行 那我跟你說 我先出院好了 那我再回診 於是現在一週後 媽媽來回診的時候 我就問她說 那妳日子看好了嗎 她又拿出她的手機 跟她的農民歷就說 我跟妳說 我們去我們腹肌的那個廟 我跟她問 她說大概就是離那天的 大概三個多月後 她說廟公跟我說 這天是好日子 就是一定要這一天才可惡 所以我就跟她苦口婆心 講了一陣子 我想說 可是妳這三個月內 還有會有三次的驚奇的機會 妳有可能還有一些狀況 她說沒關係 廟公說可以 我會逃得過 於是她就是 減止三個多月後 才要來開這個刀 我們也是尊重病人這樣子 其實這個是一個案例 但是我覺得其實 有些時候是危機狀況 是沒有辦法去讓妳挑日子的 就是我們要開就是要開 像寶寶要來就是要來 妳怎麼會把她塞回去 我們之前也有分享過 就是婆婆就是為了要 那個媳婦就是看屎 不讓她生 就是 但是 對 這種就是真的會延誤 那時候後來真的 我之前有分享過案例 就是後來寶寶真的出來 就是缺氧時間太久 因為你幫幫忙已經破碎了 影響她的智力嗎 就是後來她缺氧時間又比較久 其實後來是真的有的 還有就是我們的旺季通常就是夏天 夏天就是天氣熱 所以就是泌尿道 泌尿道的問題就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夏天 還有一個很特別就是 婦產人家會常常會在節日的時候 聖誕節啊 情人節啊 這一類的節日 因為就是情侶之間會就是 比較激情一點點 所以急診室就會稍微比較旺一點 會有一些比較密集的互動 對 就是比較 激動的 密集 我們的淡季大概就是 春秋的時候是比較淡一點 冬季的時候 冬季的時候是我們衛腸科的 大旺季 因為冬天天寒地凍 然後呢 這皮膚的血管會收縮 然後呢 血液就會趕到我們的內臟來 所以我們內臟比較容易充血 充血以後如果你有胃潰瘍 或者說是食道靜脈曲張 就容易 所以淡季也都 旺季的話 像我以前有一年除夕 運氣真的很好 就剛好遇到 這個胃腸科的二線斑 白天到醫院裡面 就忙得不可開交 好不能到班晚回來了 家裡想說 可以好好吃個年夜飯 結果剛吃一口 哇 手機又響了 總醫師就從醫院打電話來說 有一個病人又吐血 有一個肝硬化的病人 吐血來急診 他的血壓已經有下降的情形 有一點休克 血紅素 我們男性來講 正常是13.5以上 我想說 哇 這個不去止血也不行 最有可能就是 這個是很危險的 就是說因為我們胃腸的血 是要流到肝臟 再流回心臟 如果肝硬掉以後怎麼樣 它流不進去 就只好從食道這邊再流回心臟 所以食道的血管會動... 越來越鼓 到最後就壓力到一個 很保障間的蹦一下 它會爆炸 病人來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在路上 有的就死在路上 死在路上 對 有的來醫院裡面 也有不少會死 所以 二話不說 馬上就開車到醫院裡面去 到醫院以後就幫他緊急做胃鏡 胃鏡一到食道裡面 哇 真的是雪流成河 裡面根本會塞塞 對... 都看不清楚這是哪裡出血 結果地上 還有我的鞋子 還有我的褲管 都污染到那些血 結果它等一下就出血表板 就看到有一個人在慢慢冒雪 馬上用胃鏡前面一個橡皮鏡 一下給它套上去 一套到 就馬上豁然開朗了 超開心的 可以回家了 這樣就可以回家了 沒有 我說我可以回家 那還要注意 因為阿姨在出血的話 我們是非常緊張 因為病人可能會死在你的手裡 你一套到就成功了 所以這時候年夜飯 就已經知之度外了 對不對 年夜飯就不是那麼重要 對 就了一條命 剛剛大家在想 淡季大概是 尤其是開刀房 大概農曆七月就知道 可是有些疾病 你可能很難想像 它有所謂淡忘季 比如說眼科 大家想說眼科不就一年四季 用眼差不多嗎 不過有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人相對常見的 一種眼科疾病 它特別容易在 三月 淡淡的三月天 淡淡的三月天 這個是怎麼發現的呢 這是有一個醫生 他綜合了我們中央氣象局的資料 跟他們健保的資料庫 一勾機就發現 當你在三月天的時候 尤其呢 如果你去吃完一些 比較補的東西之後 你發現奇怪 我為什麼第二天醒來 覺得頭非常非常劇痛 痛得不得了 這時候去醫院呢 發現居然是 蛤 青光眼 每年三月是 每年三月 另外還有一個 什麼時候是最容易發作 她說濕度高的季節 所以像剛才那個許醫師講的 冬天啊 冬天啊 冬天或濕濕冷冷 大家又喜歡吃進補的時候 之前有一個女生就這樣 連續幾天吃完進補起來之後 第二天覺得頭痛得要死 她想發生什麼事怎麼會這樣 是酒精中毒嗎 還是怎麼樣 去醫院才發現 自己那個魚腳壁所行的青光眼 急性發作 醫生就說可能呢 跟什麼有關 因為你知道我們那個青光眼 有時候跟我們那個 防水液的調節有關 就是它眼壓太高了 如果它沒有及時去就醫的話 當你眼壓過高一段時間之後 你的神經受損 你可能就是 哇 很嚴重 所以如果你發現 你在吃完進補之後 你本身又是高度近視的族群 然後呢 在三月天 在濕濕冷冷的時候 這種異常的頭痛 你要考慮到一件事 除了頭之外 有時候有問題在眼睛 很厲害 紅婆婆的確是一個 紅外頭 所以這樣姐姐就好嗎 紅外頭 紅外頭很在意 她的確是一個社會觀察家 你看 她講得巨星迷運 非常非常的清楚 大家都一直分享 忘記忘記我來分享一個淡季 這曾經親身經歷的一個故事 我在剛畢業待著 因為我要繼續進修 所以我待著一個醫院 是比較小型的 那間醫院 它都是跟安養院簽合約 所以可能80%病人 都是由安養院這邊過來 有淡季之分的時候呢 天氣比較平穩 真的是冬天的時候 心血管疾病什麼就會比較多一些 天氣比較平穩的時候 這些伯伯也很 爺爺奶奶也很平穩 這個時候 病人就沒有很多 我們是兩層樓 先關了一層樓 只剩六樓這樣子 那有一天電梯打開 不是都有那個什麼護佐阿姨嗎 護佐阿姨就拉了一個推車鏡 我們看到所有人都傻眼了 因為滿滿一車的 院長請大家吃鳳梨 妳不希望忘記點 希望妳們要刺激一下業績 對 而且 不是只有每一個單位都有鳳梨 甚至每一個行政單位 也都要擺鳳梨 好冷清 看來除了有招財貓之後 還有招財果 對 其實急診 當然有時候滿明顯 像這個剛才一直講的 秋天 那天氣很冷 那個 希望一到尾要掛急診 那夏天呢 到底講那腸病毒比較爽 不過最近好像有比較 A型又回來 不過檔機制 問題是 腸胃病又出來 在夏天 但是 滿明顯就是 比較喜歡是 就沒什麼急診過來 真的喔 對明顯我個人的經驗 我在急診室30年的經驗 大年除夕 那很好 可以坐到那裡看潤潤 然後一些比較 遺形 吃鳳梨也可以 吃鳳梨也可以 對 真的喔 還烤肉 初夜還好 但是初二就開始好玩 初二病人開始多了 狂來了 有時候我開始急診看 初二出三是這樣 小朋友坐在這裡 阿嬤抱著 她拿一個紅包 流鼻子 咳嗽 發燒 38度 你給她聽診 平常那紅包就滷一下 滷一下 撒著 阿嬤說 摸檔 我再跟她聽 聽到阿嬤就 好 那要急診費800塊 阿嬤給她拿 妳要再聽了 不用發燒 她就要掛急診 對 很好玩 所以說急診有時候 其實我們聽那個聲音就知道 很參考 無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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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 無一無一 然後病來進來 如果蓋沒 聽救護車的聲音 都可以分 妳聽的是無一跟無一 對 然後 結果都會看過 如果蓋被子的 就是內科病 心臟病重 如果沒有蓋被子 那是外傷 外傷車或什麼 實際蓋被子 合理合理 對 這個是冷螺默的人 那哪人 還跟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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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叫救救 不好意思 放肆 像四月 九月 十月 其實是躁鬱症耗發的時候 為什麼是這三個月呢 因為這個時候是 還有另外一個是 夏天轉秋天 秋天轉冬天 剛好在氣候變遷 溫度上下劇烈震大的時候 作業溫差大 尤其中南部溫差特別大 所以有些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這時候好像腦中的一個 情緒平穩的物質 就會連帶的受到影響 所以好遇症是在這時候是 比較好發的 人的狀態就不穩定了 對 就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心情就會起伏了 對 就會起伏很大 而且非常明顯 你非常明顯 譬如說像我們九月 馬上病人就變多 到人滿為患 每一個人都回診 很奇妙 氣候穩定了之後 每一個都來取消說 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就是會有這種情形 他們就會覺得他們好 都來做諮商 所以才有時間來上演 對 那妳看是不是要該吃鳳梨了咧 但是有一個很妙 也還有另外一個現象 照理說七八月應該是 躁鬱症的 就是我們比較少當事人 可是七八月又是另外一個旺季 因為七八月剛好是颱風季 其實我們有做過一個研究 颱風季 PTSD 的人會變得比較多 對 所以像這個時候 夏天為什麼比較多呢 是因為颱風多 水災多 戶外活動多 因為意外或旅遊的意外 所以還蠻多人在這時候 每一年到了夏季的時候 那個創傷就會被喚醒 像我舉個例子來說 像我有遇過 有一個是水災的受災戶 他在有一年 水災 突然就是 差一點就溺死了 所以從此之後 怎麼活的 怎麼活下來的 後來是有人被 他把他救出去 所以每一年到了就是颱風季 他整個創傷就會被喚醒 他就會開始做噩夢 睡不著 呼吸喘不過氣來 覺得自己快要死掉了 所以其實有很多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人 他們大概到了差不多的季節 所有的那個創傷 其實還蠻容易被喚醒的 各科對於看醫生挑日子 其實分享得非常踴躍 非常好 不只是生理科的科系 科別的帶動器 連心理系的科別也有 所以甜蜜蜜情報員 今天特別提供的這個情報 非常非常好 很好 成立 謝謝老大 這個看醫生是要挑日子 而且大家不知不覺的 都挑在同一個日子 接下來還有什麼情報 小蜜情報員 看妳的 是的 有什麼問題嗎 大家看一下我的眼神 怎麼樣 我這個冷酷無情的眼神 就是醫生在手術的時候 那個冷烈的表情 大家說到手術是不是會害怕 但是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手術並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 病發症 看到嗎 大家都知道 我們國人的癌症警鐘 大概是每5分鐘就躲走一命 但是你們知道嗎 糖尿病的併發症 可是每6秒鐘就躲走一命喔 1 2 3 4 5 6 沒錯 就是現在 現在這個時刻 就有人因為糖尿病的併發症 而離開了 這個數字呢 遠比艾滋病 瘧疾跟肺結核 整個死亡數字加整起來 還要多 每一個手術照妳這樣講 每一個手術都有病發症 沒錯 我支持小辣學姐 因為我最近有一個朋友她懷孕 然後呢 就去 就是開始比如說做產檢 因為她非常年輕 她才24歲 所以她就會在社群網站 公布很多比如說小朋友的照片 她去產檢的狀況 或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這樣開開心心的 公布了9個月以後 她就去生小孩了 我們大家都很替她開心 可是她進去以後 再也沒有出來 蛤 對 她就在哪兒 為了什麼呢 她就生小孩的時候發現什麼 換姿勢頭就痛 近視頻發生惹的謊 我不知道為什麼早上起床 就頭很痛 就是她從躺的時候變在腹痛 在這個頭痛出現之前 妳有做什麼樣的事情或幹嘛 我的脊椎啊 長了什麼 長了肚子還是什麼壓迫 結果一檢查 她手術的地方 那個脊椎那個也忘記 進去以後再也沒有出來 蛤 對 她就在哪兒 為了什麼呢 她就生小孩的時候發現什麼 但是我只有聽過羊水破裂 而他們說羊水破裂是一個併發症 羊水是本來叫破裂 這是什麼 我說我只有聽過這個嘛 我問的時候 我就聽說它是羊水酸塞 其實算是羊膜酸塞 其實它其實是我們婦產哥 算是我們一級的 算是最危機的狀況 媽媽的死亡率大概有 這麼高 但她的發生率是非常非常的高 她塞到哪裡 她其實就是她覺得心血管系統 到任何地方她都有可能塞住 就是像一個中風的一個傾向 她可能媽媽的變化是非常的劇烈 她可能上一秒 媽媽 她最常發生在什麼時候 就是媽媽要生產的前後 要生的時候 其實媽媽有可能 整個產檢過程都是OK的 在生的過程的時候 她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因子 但其實到現在還沒有辦法 很明確去界定說 它到底為什麼會導致 其實後續她們發現 其實更重要 其實是媽媽對 她的羊水量的多寡是一回事 但是是媽媽本身 對這個羊水的免疫反應 因為媽媽反應越大的時候 它會導致這個 全身性的敗血症 那個時候是非常的危機 那個初血量是用噴的 就是 對 因為像我自己媽媽的時候 生我哥哥的時候有 我媽媽很幸運的有救回來 因為我阿公自己本身是婦產哥 所以那時候我媽媽生完 我媽媽剛好有一個危險因子 是我媽媽前肢胎盤 我媽媽生產的時間非常的久 所以導致我媽生完 我哥哥非常嚴重的害怕 我媽生了 生到後來的時候 其實到後面在出力的時候 我媽媽只是一直跟我阿嬤說 我看到 我覺得好冷 阿嬤就一直拉著她的手 說妳不可以睡著 妳不可以睡著 水就是一直這樣子 就像開水流 一直流 那個輸血量一次都是 出血量一次都是3千 5千這樣在出的 我記得好像大概一兩年前 新聞就有抱過一起 就是我記得是年輕的父母 好不容易就是人工 懷了一個雙胞胎 就很開心了 就迎接了婦女 兩個女生寶寶 就隔一天媽媽還在病房的時候 在巡訪的時候 媽媽就突然就倒下去了 就是羊磨酸塞 因為她的是非常急距的 她可能上一秒就 欸 我跟妳說 然後下一秒就突然間就 在急救的過程 媽媽還有可能會醒過來 因為她其實就是一陣一陣一陣的 所以那朋友可能就真的是 她大概是幾萬分之一的機會 但是真的是遇到的時候 那是我們非常非常棘手的 這個如果及時救起來 有些媽媽其實還是有些後遺症 因為缺氧的時間過久 媽媽有些時候會有腦部的一些受損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 要叫回兩條命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的 所以這是醫護人員需要 再非常非常 大家要同心協力去搶救這個媽媽 手術有一個案子是 我記得它是一個車禍 191公分 95公斤的一個 小弟弟 對 17歲而已 她車禍結果腳就跟手術 就那血管斷掉 把它做一個溫和的手術 手術完後我們滿成功的 結果一兩天不到不到兩天 怎麼黑黑的 再個半天 所以有點味道 媽媽就轉到其他醫院去 味道從哪裡來 對 那個想法 結果到另一家醫院去 結果黑掉 接著 接著那是膝蓋下來 被截一個小腿掉 所以那就病完 所以這個血管吻合後 一定要做一個攝影 看有沒有通 結果它因為血管會縮縮 壞死 縮縮了又有血塊臨著 血栓在裡面 就堵住了 對 堵住 所以這一定要小心 最怕在基層是這樣 一定是早上六七點痛 有時候基層還沒開 所以我這樣就肚子痛 進來 以前我早早的疼痛 這個 早餵吃什麼 早餵吃一些小口吃完肉 吃得不好 就開始胃藥給他 不錯 又這樣回去 四十幾歲 到下午四點多 就抬進來 叫做 黑咖 就是心 就 醫院外面的心跳停止 人家騎的 死掉 回來趕快跟他急救 急救回來 對 把他救回來 甚至還用葉蚊抹下去 現在救回來是 最怕最恐怖的 這個其實下臂的心肌梗塞 還好是救回來 這是這裡痛 心臟病有時候是牙齒 有的病人被拔了三顆 因為是牙痛 結果還是心臟病 剛才爸爸告訴我比較 心臟拔牙 拔牙 他以為是不是牙齒痛 結果是因為彌左神經官 他 反射區 不像標準的胸悶 大象的腳踩在那裡 左手會抽動 那個書本寫大家都會背 你穿不去 錢按這裡在幫你拿去 你也不會把他手抖 那是晉晨病 晉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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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一個為止 都是這樣 你給我錢 你給我錢 我幫我負責 曾一次跟他交代說 我講得好錢 我講得不像 醫生才會生 所以我就 結果那一個 最恐怖的是這樣 鞋籃子拌就閃到 閃到 大腳趾 抽痛 怎麼在痛 結果到最後 所以那個被挑戰 一到其他的意願說 你給我負責 光看他的表象是看不太知道 看不太知道 但是要很 像這個就 四肢兩隻腳學要量 他剛剛是直接整個 整個肚子肚子是不是 我還要洗你 然後 你還要洗你 你還要洗你 你還要好嗎 八字內心 來 還好 感謝你很辛苦 那時候呢 肚子整個一直從10點11點 一直到晚上 我在床上兩點多歲的時候 哇 我是吃到什麼 沒辦法 反射區 沒想到他竟然他是反 他的輻射區在這裡 其實我是 馬上進去 對 到凌晨4點在手 馬上看醫生 當天還要到南部去演舞台去 所以這個東西他要我簽記憲結 出院 我說我一定要走 不能不走 還好趕快掛急診 要不然對不對 伯伯 妳的事很可怕 不會 伯伯 就講到說手術的併發症 會不會發生在急診會 之前呢 有一個醫學中心呢 他就是來了一個病患 這個病患來的時候是跟醫生說 醫生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早上起床就頭很痛 那呢 這個狀況呢 已經兩三天了 醫生在幫他聊著聊著 過程中說 欸 妳說妳什麼 他說我通常早上起床的時候 站起來特別痛 他說 欸 這個人的頭痛 跟姿勢有關係 就是他從躺著之後 變站起來特痛 結果他就問他說 欸 那我問一下 妳之前在這個頭痛出現之前 妳有做什麼樣的事情或幹嘛嗎 他說他去做一個手術 妳去做什麼手術 他說就是那個我的脊椎 長了什麼 長了骨質還是什麼壓迫 醫生就說要一個 就是要把它放鬆 就說微創去鬆開那個 脊椎的壓迫 醫生說我做得很好 我後來也覺得很好 他說然後呢 他說手術我回復得很好 沒事 那妳什麼時候開始頭痛 他說 我喔 我媽媽 他說他的媽媽就是因為臥床 所以他常要看護他媽媽 他有時候就是要搬他媽媽 幫他搬去洗澡或幹嘛 他說我那天就是有搬我媽媽之後 好像那一件事情之後 就開始了這種早上起床頭特痛 結果醫生想想 他就說 好 那我要再幫妳照一個 脊椎部分的這個影像 結果一檢查妳知道 他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 他手術的地方 那個脊椎那個地方 傷口併發感染 男子無辜踩培左腳 他到海邊去玩 腳不小心踩到鍋裡 兩天後 那個腳腫得像米菇一樣 左腳就已經開始變黑了 然後細菌培養 妳去一點點掉 沒有 看看 那最後那一隻腳 從這個白關節下 補出了一條性命 那我要再幫妳照一個 脊椎部分的這個影像 結果一檢查妳知道 他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 他手術的地方 那個脊椎那個地方破掉 他腦脊椎不易 就是從那個地方一直露出來 因為我們知道 腦部的跟脊椎的那個脊椎液 是連成一切的 腦的軟組織是漂浮在 那個脊椎液上面 所以妳其實很舒服 可是當它那個往下流的時候 我一站起來 脊椎液是不是露更多 直接撞到下面的腦的骨頭 是不是就會痛 你知道它很幸運 因為脊椎液外露 當然它有時候可以 透過一些修補手術把它補起來 讓妳這個不要再外露 它就讓妳的腦同時再浮起來 可是有一些人 就在這個過程中 就會出現那個 腦下那個蜘蛛腦膜的出血 就死掉了 之前有一個人他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補好之後 送到他的病房 想說補起來了嘛 沒事了 或他在病房說自己頭很痛 急救無效 腦出血死了 這一種的病患 它就有一定的比例 會發生腦出血的併發症 看運氣 併發症 又是併發症 是 很多病如果發生的時候 你馬上去治療 一般都很好治療 如果等到發生併發症的時候 事情就大了 常常有很嚴重的併發症 甚至呢 會死亡 請問 併發症是可以預期的嗎 如果你一直放著不管 這個機會就很大 比方說我們的這個胃潰瘍來講 你如果好好吃藥 兩個月大概就癒合了 但你如果不吃藥 死亡率是5% 但是如果是盲腸炎的話 趕快去治療很快就好 你的 有人如果要去演什麼 醫生的 天氣的結論 天氣的結論 所以如果都是盲腸破掉 對 這是叫忽然的腹腔 所以那個死亡率就35% 35 高喔 對 那如果說是胰腸炎的話 如果沒有趕快治療的時候 這個遺憶會流到全身 沿著血管流到全身 如果到肺部 可能引起呼吸衰竭 那死亡率有30% 那肝硬化的話 這個併發症很多 抵抗力很弱 很容易就受到感染 像我以前遇到有一個 肝硬化的病人 在50幾歲 有一天他到海邊去玩 腳不小心踩到玻璃 到傍晚回家的時候發現 那個胎整個都紅腫起來 他想說沒關係 就擦擦藥就好 就擦一點藥膏 就去睡覺 結果第二天一醒來不得了了 他那個腳紅到整個小腿 都腫起來 而且很痛 還有一些小小的水泡出來 來到我們醫院以後呢 我們就趕快給他打抗生素 就收住院 結果呢 怎麼治療都沒有效 結果經過一兩天以後 哇 那個腳腫得像米菇一樣 而且他的那個左腳 就已經開始變黑了 細菌培養是一種叫 海洋浮菌的感染 這種浮菌是很可怕 他放出來毒素 可以造成這個肌肉 筋膜壞死 壞死性筋膜炎 出現就不得了 趕快就送到開刀房去 幫他做青創 然後呢 就減壓 最後那隻腳因為已經黑掉了 只好就從這個懷關節下 把他做截肢 搗住了一條性命 截肢 別無他法 因為那個細菌已經 這裡面也有壞食又有細菌 在裡面 他再把他截肢 他整個會引起敗血症 那個時候就不得了 我想要分享一句就是以前我在 幾年前在醫學院時代 老師就會告訴我們說 你當一個醫生當了夠久 一定會遇到併發症 如果你敢說你完全沒有遇過併發症 那表示你真的看了病人太少了 有經驗的醫師當然就是說 看到病人發生病發症 趕快幫他拉回正軌去做治療 另外我舉個例子好了 現在是夏天 剛好是我們腎脹 腎結石的旺季 真的有病人 大家覺得腎結石會不會死人 腎結石 一般人都覺得不會 敲掉就好了 對 腎睡就好了 對 我這個病人就是說 他腎結石掉下來 卡在輸尿管 在家裡發燒三天 後來他覺得說意識到好像 因為他過去有這方面的病史 想說應該是腎脹結石又發作了 所以就進來 我們在當天就幫他安排了手術 進去裡面夾取這個塑尿管結石 因為卡住了 在夾的當下當中 我又覺得不太妙 為什麼 因為我們把腎結石打通了 結石拿掉之後 你又發現他腎臟裡面 滿滿的都是濃 濃 對 慢慢的流下來 慢慢的流下來 那當下我們就決定 因為他是全身麻醉做這個手術 當下就決定說這個插管 還是先不要拔掉好了 果不其然 送到恢復室的時候 它發燒到40度 對 怎麼會有這種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因為這些膿就開始 從那個地方開始流下來了 打最強的抗生素 打了好幾天之後 他才慢慢恢復醫室 最後才轉出來 我後來是跟這邊講一句話說 如果可能再晚個幾天 其實就算任何醫師來救 可能會救不回來 所以大家不要 因為它只是一個小小的結石 其實這結石不大 0.8公分而已 可是他有可能會要了一個人的命 手術不可怕 併怕症 真正的可怕 是 小辣情報員 非常好 成立 這個情報非常成立 現在呢 我們來了一個新的夥伴 麻辣情報員 麻辣情報員 來 請分享妳的情報 生活考試壓力大 好友磨牙夢幻全上升 不要自己帶小孩 然後又要考公司 又要上班 他其實沒有先發現自己磨牙 他不發現 就像剛剛提到的 吃東西大笑 他這邊會很痠痛 痠到會偏頭痛 會非常難過 他是真的進入到了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加上考試 他才開始會磨牙跟說夢話 今天我們來了一個新的夥伴 麻辣情報員 麻辣情報員 來 請分享妳的情報 老大 先聽一下這個聲音吧 大家猜猜這是什麼聲音呢 青蛙 不是 不是 你們都不知道嗎 其實它是睡覺時發生的 磨牙聲音 沒錯 根據我的調查發現 隱藏式紓壓方式竟然是磨牙 像我自己呢 睡覺的時候就會磨牙 為什麼我會發現呢 因為其實是我去看牙醫的時候 牙醫發現我的牙齒的下端 有一點小小的裂痕 他問我說妳是不是會磨牙 我說我會咬牙 他呢 要我回去睡覺的時候 把自己放輕鬆 可是要怎麼放鬆 我不知道 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 在睡覺的時候 所以醫生叫妳回去睡覺放鬆 這什麼意思 能放鬆就不會磨牙 對啊 我是覺得磨牙這件事情 跟情緒沒有關係 對啊 像我本來以前也都是沒有磨牙習慣 但是因為我做了牙貼片之後 我的那個排列組合 跟我之前天生的排列組合 牙齒變得比較長一點點 後來我去回診的時候 醫生就看我那個牙齒 好像有一點點 有磨到那個痕跡 就是有一點磨平的感覺 他就跟我講說 妳晚上是不是會磨牙 我說沒有 我從以前還沒有做牙貼片之前 牙齒都好好的怎麼可能會磨牙 他就說那很有可能 就是因為做了牙貼片 牙齒的排列不一樣之後呢 你就開始已經有 病人會撞到 上牌跟下牌的比例 跟妳天生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就開始會撞到 所以他就幫我做一個透明的牙套 要我每天晚上戴著 好保護我的牙貼片 是一種矯正的動作 還是只是個保護而已 隔離 對 妳現在包我一拳 我也是列給妳看 是不是妳要嚇一拳 她是會立掉的 妳真的很想做這個實驗嗎 但是我贊成麻辣 我覺得麻辣學妹說得對 因為我覺得磨牙 就是一種紓壓的方式 為什麼呢 有一次我跟我哥一起睡覺 就是過年的時候 因為大家一起睡覺 因為過年的時候 大家會睡大頭部 我接著也可以 大家睡大頭部 就是大家都睡在一起這樣子 我就突然發現 就我睡了有一點點 半夢半醒之間 我就聽到有人在磨牙 就嘶 我就想說再仔細聽一下 我就聽到有人開始講夢話了 我就真的開始聽到英文 就是各式各樣的英文 講得很流利 搭配磨牙的聲音 就嘶 我就開始講英文 我真的聽不懂 因為實在太聽不懂 我就說 抱歉 妳可以說中文嗎 就隔了兩秒以後 我哥就說 好 請說 妳還跟他推話 我真的可以 我真的就跟我推話 後來我哥早就起來 我就說哥 可是妳知道妳自己會磨牙嗎 他就說真的假如會磨牙 我說而且 妳還會講夢話 而且妳的夢話是英格里許 是英文 因為那一陣子 我哥在外商公司上班 所以他每天 大概凌晨兩點的時間就要開會 對 都講英文 我就發現他就是壓力很大 我覺得這很像 似乎是有可能的 因為我也 我的牙醫也說我有磨牙的現象 他說我有一個牙齒已經磨得很小 我想男人的壓力有時候 入圍外人道 但是 親愛醫師團 同意 這樣的一個說法 隱藏版的塑膠方式 是磨牙 請舉牌 真的 他壓力已經大到我必須要磨牙 磨牙就能夠宣洩我的壓力嗎 我覺得是一個潛意識 為什麼 我以前對磨牙都會非常的陌生 一直到我跟我老婆在一起之後 才知道什麼叫做磨牙 因為我第一次聽到磨牙的時候 我就非常震撼 我想說 怎麼有 有沒有那麼大聲 真的很大聲 你會以為是蟋蟀就算了 不是 因為真的很大聲 就是我有嚇到 就真的是骨頭跟骨頭 這樣子在磨合的聲音 真的其實還蠻恐怖的 這髮膠質兩個碰撞 對 所以我老公他之後 也是去看牙的時候 他就說他的牙齒 後面臼齒也稍微比較 就是磨得稍微比較平一點點 但是我之前遇過遇到一個案例 他是來我診所找我的時候 他那時候來是一個女生 他來的時候他臉很小 他只是說我來 我要打肉肚 我說打肉肚 妳臉這麼小 我說妳要瘦小臉 他說不是 他說他去牙科那邊 牙科醫師跟他說 妳會磨牙 他說妳怎麼知道 因為他一直牙痛去看牙 結果他就是因為後面就死磨到 牙齒已經裂開了 就是臉已經裂掉一角了 就是那神經都會痛 所以醫生說你這個 就是你可能除了要放鬆心情之外 就是你可以考慮去打打肉肚 因為打肉肚 它會讓你這塊肌肉放鬆 對 所以後來我也是讓我老公做這件事情 就是他就是真的磨得 因為他有一陣子 真的磨得那個聲音真是無比 就是幾乎每天都在磨牙 我就說你壓力很大 他說他也不知道 就可能真的工作上 對 就打了一點就真的會比較放鬆 因為你這邊會比較沒有力氣 妳有把老公的磨牙聲音錄下來嗎 有 聽到我那個全身雞皮疙瘩都要起來了 可以聽聽看嗎 可以 來 放過來聽聽 我在看電視 而且我會去刷他臉 就是要試圖把他牙齒掰開 就我覺得他牙齒會磨 對 就是有這樣子馬上 放私利咬 對 我就把他嘴巴再來掰開 他會掙脫繼續就是 繼續磨他的牙 我就是真的很驚人 他後面牙齒 後面牙床就是比較扁一點點 我這個女生的客人來也是 他就是這邊打完 回去他後來隔一 因為打咬雞的速度 大概要一個月的時間 他一個月回來的時候他就很開心 他說 哇 除了你又變更小之外 他說他真的覺得早上 因為他有時候磨到 他早上起來吃東西 都覺得 牙齒斷了 用力 用力一個晚上 對 用力一個晚上 甚至他這邊鎖 那個這邊肌肉 鎖肌肉這邊也都鼓起來了 因為就是用力太過度 因為我們這邊是協同的肌肉 所以你這邊出力的時候 這邊也會跟著 會出力 有太陽線的臉 對 所以他這邊也是鼓鼓的 我覺得 磨牙跟逃避前醫師的心理壓力有關 我自己在做諮商 發現磨牙有不同的類型 有一種類型就是 咬緊牙關型 這個你平常就可以觀察得到 他在不自覺就會咬緊牙關 他就會 妳就會發現 他這裡就會咬牙 就像妳現在這樣 他就是跟工作的競爭 激烈有關的 激烈有關的 生活變動很大有關 譬如說像我最常看到就是 有人在開會的時候 或是在聽別人講事情的時候 或是在下判斷的時候 他這邊就是咬緊的 另外還有一種 我自己在諮商的時候有發現 有一種是 他是心裡的憤怒很多的 他遇到挫折 他不滿 他人間衝突非常的多 所以他累積了非常多 憤怒的情緒 另外還有一種咬牙的狀況 我後來發現磨牙的情形 是屬於那種悲觀的 那種受虐的 所以他內心 其實個性比較內向的 壓抑的 所以他們有很多情緒 是累積下來的 也會默默的磨牙 所以有些時候 他也沒有一個傾訴的管道那樣子 就像剛剛大家都有說 其實我有一些當事人 他們會做夢 其實夢是反映一個 很重要的心理現象 就是如果說你做反覆的噩夢 或做那種被罪 一堆的夢 還蠻多人在做夢的過程中 其實就是你心理負擔太重了 所以其實 我們還蠻常幫當事人做夢的解析 夢的解析其實是 可能一方面可以找出他的壓力源 另外我剛剛有說他是潛意識 所以夢是進入潛意識 最快的金光大道跟捷徑 我夢過我跟蕭敬騰談戀愛 你剛剛講什麼嗎 你說有可能有一天有合理嗎 你現在在告白嗎 不是 真的 我是說真的 但我從來都沒有就是 把他當成我的對象 馬大情報員我真的覺得有點髒 我想說 小孩子也會磨癢 會 都會磨 對 因為我發現 非常多小孩其實是會有的 小大情報員聽到沒有 跟壓力有關 跟壓力有關 因為我最近發現我女兒會磨癢 我想說你這一歲半你磨 她就睡來半這幾半就磨 我就想說你小小年紀 你在壓力到小孩 小孩會磨癢 聽不懂 有時候小朋友的 好像他們其實是一種睡眠障礙 他們其實睡眠醫學會把磨牙 也當作是睡眠障礙的 其中一個款式 小朋友因為他在發育過程中 他們的睡眠中樞還沒有完全成熟 所以他們會發展出類似這樣 也不一定他一定心理壓力很大 有些是真的 他的整個睡眠中樞還沒成熟 我要提到的是 我有一個朋友他要考試 考公職 他考了好多次都沒有考上 加上他就是駕到 就是不是自己住的地方去 要自己帶小孩 又要考公職 又要上班 他其實沒有先發現自己磨牙 他是發現就像剛剛提到的 吃東西大笑 他這邊會很痠痛 痠到會偏頭痛 會非常的難過 去看醫生 他們才發現說 他這邊已經有關節發炎的一個問題 醫生是先初步的給他開了一個 止痛跟肌肉鬆弛器的部分 晚上回家跟他老公討論 他老公才說 妳知道妳會磨牙嗎 他以前不會磨牙 他是真的進入到了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加上考試 他才開始會磨牙跟說夢話 說夢話的內容 他老公說他真的是在 在背他的考題 好磨牙 好磨牙 所以他這真的是 好大一部分是壓力造成的 我會覺得說 大家如果有磨牙的狀況的話 其實你最好可以做一個 這個是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會針對他不同的類型 譬如說如果他是咬緊牙根型的 我們會帶他在睡前 做一些肌肉放鬆的方法 特別是身體 整個身體的從臉部 從頭一直到腳的一個肌肉放鬆 如果是咬牙切齒的 他因為他內在有非常多 憤怒的情緒跟不滿的情緒 這時候我們做什麼呢 幫他們消化這些情緒 消氣 但是像很多人都會問我有一個問題 他說那幫他消氣 是不是讓他們去打沙包就會有用 其實剛好相反 我非常害怕有人跟我說 他消氣的方法是去打拳擊 打沙包這種 這個非常危險是在於說 如果你一旦有怒氣的時候 你就轉肢體語言 未來你的衝動控制 反而會越來越早 就很多人不了解 在公司或是在哪裡 放一個出氣那種打沙包 所以其實他反而一有怒氣 就去打沙包 出氣娃娃那個捏他的那個 其實我們都不鼓勵用這種方式 我們有其實有 更健康跟更好的方式 協助你做消氣的方式 另外一個 如果說它是屬於那種悲觀的 其實因為它內在有非常 他們其實很容易情緒過勞 跟心理過勞 所以我們其實要協助他把這些 內在的這些 腹向的情緒把它紓解掉 身體的機能真的非常非常的奇妙 難以釋放的壓力 基本上它會用各種方式 來表現出來 竟然是用磨牙 磨牙這是一個可能自己真的 不能無法自知 所以提醒大家 趕快找到一個很好的管道 放鬆自己 放鬆 從頭放鬆到腳 從頭皮到腳皮 好不好 麻辣情報員這次帶回來的情報 成立 非常好 第一次出任務就做到了一個 非常好的情報 好 趕快正視自己呢 壓力宣洩的模式和問題 OK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個好叫 OK 感謝今天收看 不要了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晚上就輪到四點 中間中文來 請收看金牌大經典 祝你們一夜好眠 晚安 謝謝 我們wal呻 班下次見